大家好,我是夏天 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 大家好,华姐 上一集我们说的 我们已经在吉隆镇了 一个挨着尼泊尔的边境小镇 我们在这里面逛了 他们这个小镇也吃了一下尼泊尔的 对,尼泊尔美食 今天我们准备开车去探秘一个吉普峡谷 对,吉普大峡谷 本来我们还想去一下奶村 但是听说那个地方在修路 所以我们也去不了了,很遗憾 但是放到下次去 今天还下了点小雨 希望我们到跟前的时候雨不要大叫 我们就可以飞下无人机了 对 因为那个地方不飞 无人机可能拍不出来很漂亮的感觉 你看对面的山上 好久都没有看到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了 对,真正的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翻了几座山才来到的这个小镇 前方金火灰沙 看着油菜花好漂亮 看到那个桥了吗 这个好像就到了吉普峡谷了 对,这离小镇很近 对,两公里多一点就到了 到处绿绿的 然后空气非常的湿润 一点都不干燥 我们这两天皮肤都湿润很多 对,这边有个停车场 就可以停在这里 很喜欢这个地方的气候 虽然因着天下着雨 但是感觉太阳好像快出来了 哇,真的空气太好了 很舒服 舒服 吉普峡谷 海拔是2785米 哇,这里的自然气候太好 好舒服呀 大家能不能看到那边有一个铁锁桥 哇,有人在上面走 真的,还敢走 据说这个吊桥是06年 由国际组织援建的 是由一位瑞士的女设计师 指导安装的这座铁锁桥 哇 你看看这个峡谷 天哪,我都不敢往前升 好吓人啊 哇,这人好胆大 这人胆子真大 对 我觉得我在上面腿都发抖 哇 天哪,这人都要过这个桥啊 只有我们在这个新建的桥上 我们带我从哪儿过一下 敢吗 天哪 哇,真的好紧张 这峡谷好深啊 看到水了 看到水了 哇,我的天哪 我手拿着这个手机 我都很紧张会掉下去的感觉 哇 怎么办,我喘气都有点紧张了 对啊,我的心都感觉 吐吐吐吐的跳得都快了 感觉要禀句呼吸了 我在这都不敢飞无人机 我感觉,我好害怕掉下去 太吓人了 害怕 天哪,我看着有点晕 感觉 真的,我有点紧张 看这么深 太深了 你看啊 它这个实际上 这个吊桥只有宽只有1.5米 长度是60米 然后距谷底 居然是256米 嗯 哇,但是景色真的好美啊 哇,天哪 我都不敢试 敢不敢去试一下 我有点害怕 我腿软 他们都在这一头准备过啊 我给大家拉近一下啊 嗯 这些人真的胆子好大啊 旁边有座桥线都不走 都要走那条桥 嗯 哇 你看我们在他对面 他在拍我吗 对啊 太紧张了 我的天哪 太害怕了 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在这裤 嗯 你看 哦 哇,好胆大呀 我觉得他们 好吓人啊 听着他们尖叫了吗 哈哈哈哈 你看后面还有一个人在那剁脚 哈哈哈哈 待会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吧 我觉得我想试一下 嗯 哦 快吓人了 可怕 他们说这个站到这个桥中间 是欣赏峡谷最佳的美食 对 但是我觉得我站上去 我就没有心情欣赏了 真的是 哦 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这边不让飞无人机 好吧 我现在要走了 啊 来我拉着你 哦 走这还好一点 走这上面走 不是 可是往中间走了 我就感觉很吓人了 你就不要往下看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好 嗯 哦 在这拍照的 啊 照完了 哈哈 哈哈 嗯 嗯 嗯 这一群物点可以清晰 嗯 嗯 他们他们是到这来专门照相的 也是 就咱俩了 哈哈 有点紧张 我的天哪 我不敢往下看 你知道吗 哎呀 不行 要到中间了 啊 紧张 我看着上面 嗯 哦 哎 我腿有点打抖哎 哦 天哪 照一下脚底下 照一下脚底下 哦 等我 还照脚底下 给大家照着脚 看我们脚底下 我不敢停手 哦 我看到一条小瀑布 好漂亮 哎呀 逼不了无人机 看到了吗 那有一条很细的瀑布 啊 哈哈 啊 嗯 你看这人给咱们看视频 啊 等一下 桥上有人在拍我们俩 我们看那个瀑布 那个瀑布 但是这样子放进了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嗯 走 是啊 往前走 看那边 啊 然后拍下脚底下 敢拍吗 啊 你拉着我 我拍 啊 这种拍脚底的 感觉视频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这个感觉 啊 太烫 哦 你可以拍下旁边的峡谷 啊 哦 好吓人啊 我现在已经不会拍了 都滑起来 直到我拍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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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哦 站在这个中间确实是好看 但是 哦 看他 啊 啊 啊 哦 好吓人 哎呀 我去 哦 真的好美 真的是好美 这站在中间是看最漂亮的 对 哎 要是能让我们飞无人机就好了啊 就是 啊 这景色真的好漂亮啊 对 我好想拍摄无人机 这个要是 再高屋一点拍出来很美的 对 哎 我往边上站一点 哎 别别 还要吓人 你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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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比我那儿走啊 害怕 你拉紧我 好了好了 哇塞 让我看啊 再看看左边啊 哎呀 不行 害怕 吓死我了 哎呀 我手都在抖 好像 哦 别吓人了 哇塞 哇两百五十米的高度真的还是很 很通过哎 感觉 真的好美 怎么这么高感觉 太美了 哎 漂亮 哈哈 那位 那个 男士的一起在拍我们在桥上吓人的样子 我去 哇 真的好美啊 真的是很漂亮 哎 哎呀 在晃 我有点晕 你抓紧我 来来来 那桥在晃 你在动 当然在晃 哈哈 就咱们两个人 敲啥 没有别人 对 那走 他还会 咱们再晃 我要跟峡谷合个影 我也派进去 哦 你也派进去 那你再往前点 看不到河了 哎 我抓着你 太吓人了 啊 要是飞无人机就好了 因为这上面的 对啊 这上面的 档的东西太多了 拍的就没有那么漂亮 刚刚我们问了 他说飞无人机必须要去哪申请 很麻烦 走 哦 但是 你离我这么远 我都怕不上你了 哦 太晕了 我这会儿 你别低头嘛 不是 是因为它在晃 你知道吗 来来看这 是桥在晃 啊 耶 拍到河了没 我看 看不见 好像有了 看不见了啊 走 哇塞 晕点 哎 我想 我想跟这后面再合个影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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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不敢喝了 转过来 这样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我去晃成这样 吓死我了 哎 这样能拍到谷底吧 嗯 快快颤的 我都害怕 赶走 哎 有人来了 这个桥就在晃 吓死我了 哎妈呀 不行 我还想拍到谷底 太漂亮了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 放手 要干啥 我害怕 快走 快走 我害怕 好吧 走吧 把滑就下这了 呗 走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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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哎 这边的水声就小多了 天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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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我打算一个人再上桥 走到中间 再拍点漂亮的景 因为 滑姐一上来 她会自咯啦啦乱叫 影响我拍摄 她不来了 她也不敢来了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但是太美了 我特别想把我眼里所看到 特别美的东西 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今天已经有点遗憾了 遗憾的就是 不能飞无人机 没有能拍出来那种 很壮美的感觉 如果要是 能飞无人机就好了 我现在已经快走到中间了 找一个最佳的观景 对 我在拍视频 你好 哈喽 看到一个美女 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 好了 差不多这儿了 吉普大峡谷位于吉隆镇南部 约两公里处 峡谷全长15公里 上段称吉普藏部峡谷 下段称吉隆峡谷 谷宽二十至五十米不等 谷中水流湍急 水生如雷 两岸山峰横裂 谷树参天 峡谷突出的特点是 生 旗 咸 秀 老外朋友们 不过去很努力的 克服恐惧的 把这些美景 拍给大家了 不过说实话 在这上面走了两圈 突然觉得 没有那么害怕了 啊好漂亮 你看华姐在那儿 走了 啊好了朋友们 我们已经拍的差不多了 然后也感受的差不多了 虽然就这么很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真的好美 对 漂亮 当我过去走过去 询问的工作人员 能不能飞无人机的时候 他说的 这个地方不让飞 除非要去哪里去申请 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 不让飞啊 心里踏实了 为啥 因为这个谷底太深了 我看着就害怕 而且它这个峡谷非常窄 它不是说很空旷的那种 我就很害怕 就是因为 在这个地方飞了以后 就是碰到哪儿 或者是信号不好 掉到那个深谷里 对就没了 但是 这个放松完了以后 我在走上桥的时候 我就一直好遗憾你知道吗 因为太漂亮了 真的是很美的 我觉得我不用无人机的话 可能拍不出来那种 非常壮丽的那种美 就是又很遗憾了 不过还好 自己亲身体验了 然后也尽我的能力 客服 对 客服恐惧 把这个很美的地方传达给大家了 哎 真是挺漂亮的 对啊 感觉很好 看看这后面 哎呀 大自然的养疤 真舒服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儿了 我们今天就准备离开吉隆了 喜欢朋友帮忙 关注 然后长按点赞哦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